不是啦,他現在車在花蓮嘛,他要先送到七堵 那個活動是禮拜天在南港開到火車室辦的 他租四節要從南港開到葡萄還是哪裡 不知道什麼葡萄還哪裡 沒有,就台大火車室辦的活動 是他們要辦的就可以辦 基本上要看車子有沒有,排點排得出來 另外一個是你要不要虧錢 他就四節車廂一節車廂50個人 他就算風華它會是什麼等級的 然後你在乘以,就等於包車形式 那你包了這個車,那你最後要給多少錢 那你最後找到的人有沒有那麼多 假如很滿,那你去抓抓預算 你出的價格,然後假如說500塊 有人來買,就付一些什麼明信片幹嘛幹嘛的 隨便一個經驗車廂什麼的 人家抓一抓,有利潤,你就抓 所以也有人辦一辦的虧錢 所以當初都要跟台鐵去談那個價格之類的嗎? 沒有,它的價格是固定,就是包車價格 是你包了之後你要賣給人家多少錢? 包車多少錢? 有啊,你官網都有啊 好像看你包什麼車嘛 你可以包一節也可以包客廳車 那你等於是包那一節的話 是有50個座位 因為我包給你,你50個座位 當然我都給你 因為你座滿跟座滿對我來講沒差 所以就準備好了 你走得到下一站 你在那邊講完 你不能這樣看 快點去搞什麼 因為你不是上來講 開玩笑 開玩笑 還是ここ坐lighet 開玩笑 那你自己 那你一個小時兩小時都一樣 除非你 除非你是郵輪式的 假如你只是一個點這邊到這邊 然後就結束 或者是這邊到這邊再回來 距離應該有差吧 他就算你才能 假如你自強號 台北到花蓮 多少錢車就好 那包車也許可以打個八成 可是你要包車 他就給你算整個可以做的人數 再乘以那個就是你包的錢 OK 這等於是 買那個客滿 就是做滿的那個 等於有點像團體 團體的啦 可是像這種都已經退役了 我還是可以去要求他說 看你他的機班有沒有 車子的狀況跟他的機班 可以喬得出來 看他你要排隊員的時間 他可不可以 問題你要是 我只要一級 也不太高 至少要有一點那個 經濟效應 因為其它操作 你剛剛那個不用馬是 北上 sì 剛剛過來這邊是北上門 沒有沒有這邊是往花蓮 算是北上門 這邊沒有這邊過來這邊是花蓮 往東往東 對順行 就想順行逆行 順時針 基隆在這邊 開過來是往花蓮方向 下一方 下班 919 919 919 欸 剛剛那個是850 中山 850 中山 下一班9點27 中山 到8度 多點42會停耶 欸 8度 Sorry 這是太魯了 欸 這是8度會停 綠二不錯嗎 這是哪一站 7度 欸 7度嗎 7度 8度 你沒有拍2G3 取消了 反正 出來就出來了